在新的剧情中,斯腾的仇敌之一秋山也曝光了,他一直隐藏在秦放的身边,他就是扇志刚。 而除了秋山之外,斯腾还有一个宿敌却迟迟没有露面,那就是斯腾的另一部分白鹰。 他虽然没有露面,但很多人却猜测斯腾的复活就是他的算计。 白鹰当初因为爱上了少眼宽,从斯腾的身份上分裂出来,成为了另一个生命,令斯腾实力大减。 而后来他更没有设局杀死了斯腾,将斯腾的血液放光,不过他自己却因为自私的爱情将自己给害了。 他为少眼宽生下孩子,而少眼宽却出卖了他,他生孩子的时候太过虚弱被秋山烧死。 观众们最为期待的其实就是白鹰的真实面容了,这位第一集出场的时候看不清楚面容,按理说他应该是和斯腾长得一模一样的, 毕竟他就是从斯腾身上分裂出来的。不过白鹰真实的面容在演员表中已经曝光了。 演员表中的白鹰并非由景天出演,而是由李一小出演白鹰。 李一小饰演白鹰,当然目前的白鹰应该是附体在他人的身上,而白鹰的真面目也算是曝光了。 李一小这位出演的不少反派都令人印象深刻,比如达基,独孤曼陀,李曼娘等都是令人恨得牙痒痒,他绝对能够将白鹰这个反派的角色演绎得入目三分。 看来接下来的剧情要虐了,白鹰这个角色应该早就已经复活了,他在暗中谋划一切,算计斯腾。 只是他没有料到的是,邱山这个他最大的仇敌也没有死,所以就算是他复活,也就只能算计算计斯腾。 至于邱山,只怕也就能够克制他。 不得不说白鹰真的太自私和阴狠了,他的自私就在于为了自己所谓的爱情杀了斯腾。 而他也因为自己的自私自利被所爱之人背叛,被邱山所杀。 但白鹰的自私自利绝对不止这一点,斯腾的复活就是他的谋算。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吞噬斯腾,令自己实力变得强大。 他和斯腾之间注定还会有一次大战,正是因为他的自私,想要利用牺牲甚至吞噬斯腾,斯腾的一生都被他毁了。 斯腾自小被邱山虐待长大,后来又被白鹰杀死,而后来他复活又沦为白鹰的棋子。 虽然斯腾最后击败了白鹰,却也身受重伤,只能变回原形,回归深山,准备第二次惊变。 而他被迫和秦放分别,白鹰的做法实在是自私又阴狠。 好在斯腾最后还是能够和秦放相守在一起,也算是一种危险。